印尼中蘇拉威西省 2018年9月受地震和海啸重創 约2000多人死亡 上万人受伤 重建工作持续进行当中 灾后台湾政府立刻捐赠100万美元 协助灾民重建家园 至今公司部门的捐款 已经累积约235万美元 最近台湾再捐赠35万美元 给印尼红十字会 协助兴建学校 中蘇拉威西自从灾难发生之后 大部分的学校都挣毁了 那么这次各国的捐款 好几个国家包括日本土耳其的捐款 用在建学校 我们这笔33万美元的捐款 大概足够盖两所学校 而这些学校适用防震的材料盖成 根据印尼红十字会的统计 受灾害影响的学校达1200所 影响超过26万名学生 和17000名老师 目前红十字会的工作重点 就是重建学校 新校区将纳入防震 以及对环境友善等考量 期盼未来能成为新建校园的典范 我们希望这些学校可以建立了快 六个月 我们谈计去建设十校校在中间 中间中间 五个在派避 三个在派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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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指出目前有将近30万印尼人在台湾工作 求学甚至成家立业 台湾人民秉持人机挤机的精神提供协助 每逢印尼发生重大灾难就慷慨捐输 并且动员投入救灾 显见台湾印尼情意深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